陪棋园引导视障者熟悉协力车构造 在跨上车踩着踏板运动区 平安基金会经管的屏东帐服中心 承办屏东县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务中心计划 为提升身心障碍者的运动意愿 办理协力车适其体验活动 透过志工陪棋与众人的力量 让视觉障碍者能够享受踩踏追风的乐趣 同时骑出自信与健康 三四十年没骑的 重新骑上脚踏车感觉怎样 很开心 可以去跟人家一起去多风 自己骑的话可以用自己的速度 自己的方式去骑 然后因为后面是一个视障者 就必须要先让他知道说 他在这个过程中 从上车到骑这个过程 他都是可以很安全的 很放心的去骑 自立生活里面我们也寻求 让我们的身障朋友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寻求生命上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们有器材有老师 那我们就这样子 能够这样子水到渠成 那我们希望在视障这一块 我们也让他们去体验生命里面 不曾体验过骑车的这样子 追风的快乐 活动使用的协地车 是由台南永福长老教会 美和高雄市123 视障追风协地车协会 捐赠给平安基金会 台南永福教会传道陈月生 担任活动指导教练 鼓励视障者尝试养成运动习惯 协地车有一个很重要 它就是前面是民燕人 后面是视障朋友 它可以把视障朋友 带到户外去走一走 一般来讲视障朋友 他们比较多是近的 在室内的 因为他们眼睛不方便 没有办法出去 但是我们借着视障车 可以把它带出去 带出去外面的话 它可以吹吹风 体验外面的一些心情 但心情会变得比较好 此次活动共有八位视障者 与八位陪骑志工报名参加 其中近年势力 逐渐退化的叶先生说 曾尝试自己骑脚踏车运动 后来摔很惨 如果有人能陪骑协力车 对视障者来说 真的是很好的运动方式 在志工的协助下 是让朋友很安全地体验 骑协力车也激发视障者 运动的意愿 平安基金会期盼 日后平诺县能成立 视障者协力车队 与各县市爱好者相互交流 共融与环导 拓展视障者的生活经验 并提升人际关系与自信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